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是我们不可控的 就比如自然灾害 干旱就是其中一种 对冻植物的影响都非常大 长时间没有水分 农作物 土壤水分不足 地面都裂开了 河中也是没有了一点活物 而国外一农村小哥就好奇 干旱的泥地里有泥吗 挖开一桥 直呼赚大了 拿着一个塑料桶和工具就出发了 来到了干河的河道上面 地面干巴巴的 到处都是裂缝 只想着扑摸运气 先是发现了一条已经渴死的鱼 都快被晒成鱼杆了 试着在泥块下翻找 要说运气也就好 还真发现了一条鱼还活着 越往下 其实泥土还是有一点水分的 看来这些鱼都藏在下面 随着深入挖掘 看来这只发现鱼窝了 里面掏出来一条条大鱼 直呼赚大了 损着一些水 鱼都堆积在了一起 真的是没想到 而且抓起来也不费力 他们根本无处可逃 都是自己的战利品 实在是让人羡慕 一下子收获二十多条 一桶鱼都撞不下 真想也去体验一下 记得关注转发哦 1 3 3 4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